掩出菌落超标的原味四周紫菜 产自四周集团汕头有行公司 生产日期是2016年的1月25号 同一款紫菜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的月销量 接近6000代 记者去到市内几间大型的超市和零食店看过 不同口味的四周紫菜依然有得买 不过就没有发现问题批斥的紫菜产品 不买的了 对身体都现在做事点都会怕的了 多些主动的抽检 不要等现在开始送药可以抽检 我想做不足的这件事 这一次已经不是四周紫菜第一次上食品安全黑榜 2013年8月和2014年的1月 市工商局公布的食品抽查结果当中 四周紫菜就有部分批斥菌落总数超标 这个批斥的四周紫菜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92倍 这个数字听下去就很可怕 不过有食品安全专家说 菌落总数当中大部分的细菌都不具有致病性 也就是说即使吃过这个批斥紫菜的市民 也都不需要太过担心 折大多数是肺脂病价 但是超标肯定是不合格 是指标不合格 但是食品不一定是引起疾病 只是说增加我们的可能 患病的危险性可能增加了 最简单的价值就可以灭掉它了 今次食药监总局通报的不合格食品名单 有五个批斥是电商平台销售的调备品或糖制品 两个批斥是来自深圳和武汉的水产制品 目前食药监部门已经责令企业召回相关的问题产品 广州电视记者报道